一个华市总经理 何德何能去威胁一个台湾最大在野党的立法院党团 华市总经理张峰佳直接杠上国民党立委 事件爆发就是因为国民党立委指控张峰佳威胁党团 他跟国民党团威胁说 如果我们不策这个案子 如果国民党团不策这个案子 就他要召开记者会 跟党团做威胁的 我刚才开口讲会人惊讶 连我都不能接受 国民党团要求华市不再跟事实查核中心合作 否则冻结预算 但是华市总经理不满 国民党立委就说 庄峰佳因此威胁要开记者会修理国民党团 修理是他自己的解释 我刚刚有讲 我们是说他因为这部分必须要跟社会交代 所以我们必须要召开记者会说明 庄峰佳态度强硬 召开记者会反咬国民党政治借助 华市新闻不容任何政治的干预 庄峰佳担任华市总经理争议不止一张 之前双十节他就在联署上面说 为幽灵国庆声就被批评是不尊重国家 这次又杠上国民党团 被问到去留问题 他说交友董事会决定 TVBS新闻聪雄采为台北报道 想扩大国际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记得要开启小铃铛哦